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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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跟我说要聊异乡生活 还用聊吗 这不就我现在生活的写照吗 喷不死 我又来了 今天天气挺好 全是雾霾 你好 今天训练结束了 今天说你约了个饭 走吧 来 各位 来 来了 辛苦 辛苦 这是 这是 这个 黑皮肯定是梅州 咖啡肯定是兴致的 这个是酸辣水 干姜水 干姜水 打点看像啤酒 比较胡人 来吧 碰一下吧 好 今天我这边有点滴 端不稳 手没劲 干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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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 干了吧 干了吧 干了明天见了 哎 哎 你们俩是老乡 对 我是从小看 韩鹏踢球长大的 我很老吗 没有 我是说我很小 但你知道他是哪年了 六三呢 就是我们这几个人里 你猜年龄顺序 还不是排第几 我感觉去年轻 你们都猜 肯定是你最大 924月在你的脸上 留下了几道痕迹 那我不能笑了 你拉倒吧 你看他脸上那痕迹 你看看 他不抬头都有抬头蚊 不是 我小时候看他气球 不是这样 我可以做到没有 但我睁不开眼睛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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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没办法 那没办法 头头上也留点痕迹 没有 真的就是纯闭上眼是什么呀 欢迎各位 来到节目录制现场 下面介绍一下谈话规则 在录制过程中 不允许称呼对方的头衔 比如 老师 指导 哥等一切带有尊敬意味的头衔 如果称呼头衔 即被视为犯规 全场犯规最多的人 将在最后负责结账 结账 谁要结账 韩盘 韩盘结账 韩盘结账 以他这智商他直接买单了就 好好好 从现在开始不说话 别 不说了就完了 规则弄明白了 明白 没有问题 你要能保证你一不说话 你眼神了 憋死了 还是说两句 说两句 说两句话 你俩多久没见过 是啊 你俩多少年了 我估计得 两三年 还得尝过去 还得尝过去 你们俩是一些国傲的 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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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伙当中的一段 对对对对 服务员手机下 这是谁手机啊 你的吧 不知道 这计两次犯规 这也犯规吗 韩盘 犯规两次 快看一下谁打他一会告诉我 说是一个什么省育中心 我不知道啊 是不是你留的给我电话 那是你干的事 来北京多少时间了 一年多了吧 去年三月会儿来的 适应吗 没有什么不适应的 七回和几年差不多 都在北方的话其实都还好 对 但你平时休息呢 休息我就回家了 高铁 回启南 一天也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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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近 为什么呀 很近呗 方便啊 你堵车的话 你堵车多长时间啊 你去坐高铁的话 你又得安检 然后又得上车下车 到那边你还得再折腾 这种东西回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就是你有时 能一样吗 对啊 你有一天假也愿回家 那时候在广州的时候 我有一天假我也愿回来 广州一天假 一早 那边不太现实 一早 第二天放假 坐最早的飞机回北京 然后睡一宿 然后第二天 坐上午的飞机 中午到了 吃点东西下午去 就是那会回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然后那时候他挣了钱 哈哈哈 给你 给你烧吧 我听了就挖不过去 你要冲了一天假 啥钱 玩的 和那确实有钱 对 确实当时那个 就是很厉害 你们先聊着 哈哈哈 你讲讲 你讲讲那怎么事 那时候刚去广州 从北方去到南方以后 饮食啊 各方面的这种事情包括 因为朋友圈也在家里面 所以你在那边一开始 刚到的时候 确实是没有什么朋友认识 就觉得我认识不了新朋友 然后那里 人就放假了 本地的人都回家或者那样子 那你自己带着也别人秘密 所以就回家 就回家 就回家这一天都干什么 其实你没有说干 也不会说出去一个方式 也不是说有什么事 对对对 他就是回家那种感觉 那比如说你上次你回去一天 你这一天都更好 我肯定是 被孩子肯定是这样的一天 是吧 基本上一天的话 正常来说的话 上午是游乐场 还是游乐场 睡醒了还是游乐场 上午去了以后 出门的时候都两三年了 基本上回家吃点东西 准备就该报警了 对对对 因为我一直在北京 就是我没在外地生活过 所以我有的时候 可能长期出差 出去待一个月 待一个半月 那还是出差的感觉 你知道你早晚得回来 而且很快就会回来 但是在外头生活 长期生活 那个感觉好像不太一样 而且是现在算北漂 你家在济南吗 对吧 现在北京工作吗 对北漂人都在市区漂 对啊 你是在北京周边漂吗 西漂吧 今年开车外地牌照的车 来了之后停在二环以外 飘不进二环以里 对啊 你车停在二环外边了 那怎么办 来三分啊 你说这口分 我那时候在贵州 我这半年考了X多分 我都疯了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不是 贵州是什么 不是 绿灯挺红灯左 不是我骰毛 我看不清楚 不是贵州跟北京一样 每天限两个号 不让进贵州市区 往外地车开三停五 就是你开三天必须得停五天 你去市区你外边你都开不了 后来一开始去不知道 虽然贵州不大 开车出去转着去吧 后来我爸给我打电话 你干嘛去了 你车都干什么了 我说怎么了 刚才那个家里寄的没张条 跟那雪花片呢 哗哗天天寄你知道吗 我给他打电话 家里面全是雪花片 我打的 有意了吗 倫理人 有意了吗 这是努力在走倫理人的路线 哎不对 他刚才说是 不能提长辈的 或者什么的 他刚才好像说了一个 明天嘛 你给谁打个电话 那个 那不算啊 那就是应该韩鹏犯规吧 哎哎哎哎 哈哈哈哈 这绝对不能求 这绝对不可能 按板没事吧 黄哥就购那个 他赚我便宜这下 你就按一下 什么是赚你便宜呢 就你刚才说 谁打电话 确实不是我打的 我相信你 确实不是我打的 我转一下 你不用转 不是我打的 你爷爷打电话 你爷爷给我打电话 你看 这 你看这 什么素质的上 哈哈哈哈 你来来来 哪说哪不带动手的啊 我跟你说 从小时候你就动手 我跟你说 从小时候就动手 我都动手 我也追不上你 小时候跑得快 你背上我就跑不了了 哈哈哈哈 基本上抓住以后 对 训练有点困难了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俩从小时候 提优势列比赛 我们俩能看什么 我俩是02年 当时跟网络过签的时候 对 韩鹏犯规 局外人也不行 局外人 我没说呀 你是问的 刚才说跟谁练 那时候就很憨憨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就是平时我们俩都 现在比以前能说多了 以前他真的 就是很少说 就是有时候说不过了 但他身体好 对着你就 哐哐就一下你知道吧 怎么一下 你这意思 你再演一遍 不是 你打我干啥 我跟你说 你想有他那劲你知道吗 刚才说都不记得 对 你再问 你不记得 你也不记得 不是我的意思是 你保证到了能记得吗 不是是用拳头啊 用肘还是怎么打 你看我那个灌篮高手啊 里边那个赤膜钢铅 就打着樱窝窝窝窝窝窝窝 就那么一拳 哈哈哈哈 把俩四十几点结束 哈哈哈哈 我还余盯一拳啊 哈哈哈哈 你需要他吗 你需要他我跟他活 我要坐他旁边 他绝对说话特别老 哈哈哈哈 就因为这有个桌子太多 像隔开了你知道吧 从我们做节目的角度来讲 还是我坐你干涉 嗯 你走了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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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谁给我反过 哈哈哈 是不是啊 我给你打过 啊 所以我本来想说什么呀 我说你们去到各个地方 按理说应该有在当地的这个资历比较深的人 对啊 接待 对啊 请客吃饭 对啊 你来北京人和你找谁 对啊 谁找着你 谁第一个找着你 谁第一个找着你 还没马上咱俩一块吃回吃饭 哦 敌对饭 敌对饭 又又 敌对饭 没人找你 哈哈哈哈 不是啊 这个喜悦中心 哈哈哈 我跟你讲我幸会 我又差点反过一次了 我不管你的心路历程 那个微博名叫什么 我是喊 喊什么呀 那微博名叫什么 我是 反正就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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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喊就喊就喊 我是 没有他就一直想绕别 自己都不让自己 你自己都绕不出来 你还绕不变呢 当时来了以后 在喊后我们一块出去吃饭 当时去了星球队吧 也是 因为从小就没出来过 然后感觉也是挺复杂的还是 心里面 这什么呀 火锅 这是 哎呦 吓我一跳 这怎么回事 是什么呀 韩鹏那个火锅店 怎么把这个放出来了 还开着 还没晃呢 这是你的火锅店 托你的福 还开着呢 还坚实的 在济南的宽厚里 我去吃过但是没打折 没打折 没多收你就不错了 还打折 你要碰上我的话 我估计我把我那一桌也得夹进去 哈哈哈哈哈哈 哎 朋友去了打折吗 不打 我去了也不打 真的 对啊 这企业家 哈哈哈 就是朋友去了什么呢 可以送东西 但是呢 不可以打折 送人了 送盘毛豆 哈哈哈 刚才关于韩鹏的餐厅的这部分 全都砍掉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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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好一上 你就问送什么 你画圆去了 哈哈哈 你老是送的吧 师主 送点什么吧 我给你讲送什么 送块生姜的一切片 摸头了 哈哈哈 哈哈哈 连这段一块砍 哈哈哈 气球顶头球厉害 没有摩擦力啊 对啊 是不是今儿老大了 老晕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前额头头 不能落 晕 那你就是没跟韩鹏从小 哦 你顶的是千球吗 你要是从小跟韩鹏那一块 就我这脑子啊 哈哈哈 顶千球都没事 以前挨过拳 哈哈哈 我但是韩鹏的头球 那肯定的 而且你别老说人家头 你头也破破 啊 也 他说这个头球就想往他那引 你知道吗 哎 不是 后哥特点什么 哈哈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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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好不容易叫我一声还反归了 哈哈哈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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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我自己的店都不打折来这儿我请客 哈哈哈 谈门是挺尊重人的 挺不容易 就在他腿里面是很 一点都不容易 现在不说了现在 现在不尊重谁也不尊重 是 是 现在只能用不说话来抗拒这一条了 我本来看那个 看那个火锅店 我想说什么 到济南一般吃什么 现在现在好多了 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去大客场 的时候 有点多比原菜以后 还没说 请吃饭 我们俩三人就出去吃饭去 根本就全关了 那时候就是 就是到最后就只能吃穿了 这现在几年比一天好多了 以前就做一小把闸 那时候说 哎 没办法 就是真的都关门了 没地儿吃了 难得吃了 你们俩核心讲一下 五八年核心讲一下好不好 不行 五八年怎么 七五人 他们七五人 五八年怎么了 嗯 他们给我喝吐了 哈哈哈 哎呦 这是个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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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个下坡你知道吗 哈哈哈 就吃饭的地方有个下坡 是往下走的 他直接吐的 呼呼往下躺一样 就是就是 就是后来 那几单程不就淹了吗 是不是 哈哈哈 你说 你说他在 这个身后 你说不是 你说 不是 你要说这个 你觉得你有意思吗 叫了五六个人 我一人去哪科厂去了 那你说能好得了吗 有点 有点上头 其实那人不带同伴呢 对啊 当时我也不知道 他带那么多人 就是说他找你去 对啊 然后你去了之后 发现他们五六个人 对啊 好啊 杨昊去了不就陪好吗 嗯 山东的这种规矩就是这样 必须得 山东真的挺好 对啊 就这文化真的挺好 必须的 山东 山东是这样 广东呢 你俩都在广东待过 我在窗口 对 他那个深圳历 对我在窗口 深圳历 还有当时在深圳那会儿 是我这一生都难忘的一个回忆 嗯 当时去深圳 深圳当时是05年 05年那天不取消生酿泥了吗 嗯 就大家都没有这个 都没有什么生酿泥那种 就踢比赛就跟玩一样 每次去比赛 就大家欢乐一下就完事了 所以在那个背景下 我去了深圳 所以深圳呢 离香港 澳门是最近的 但是就是说当时确实也总去澳门 也去过一回赌船 然后反正澳门基本上就是 不要再往下说了 就是 笑而不易 在澳门赌博是合法 对啊 有机会可以去尝试一下 但别把全部身家带上就行 带上自己所承受的范围之内就可以 经验之卡 对对对 就是你肯定也去过 没有没有没有 你在广东没去过 我去澳门 我去澳门就去过一次 就是跟恒大打那个河豚杯 就去过那一次 对 对 咋句话呢笑着 别活儿八道 那种吃什么呀 就是平时如果哪里出去 最早什么火锅 那什么稻香火锅 稻香 对 你去不也总去吃 对 只要去一次 你可能就去那稻香火锅 对 那火锅可以有几个尝试 因为从北方去南方的 基本上就是说不好吃 就是不好吃的 你在这个环境下 它东西确实是好吃的 对 我就在广州待了一年多 就感觉在每个小馆 她做的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去吃一场粉丁 就这一个小馆 不大不起眼了 那吃的都挺好吃 帮我牛杂 关键小女的是 咱们英德不有个基地吗 那些有已经基地吗 在英德那个就是吃耗的 都有 吃耗的 对 那种特别就是市场 就卖那种大耗的 这么大的 好像这么胖 咱们说甜是什么 甜是什么 对 是那种是专门吃那个粮食长大的 那个东西跟耗子 跟咱们就是吃垃圾那种耗子 还是有区别的 咱也不敢吃 怎么吃呢 一看长得样也不敢吃 当时吃之前 你肯定不能让你看 对 一次吃之后你才知道 你吃之前谁都吐了呢 我也吐了 喜欢南方还是北方 说到底 还是北方 肯定还是北方 他肯定喜欢北方 我也喜欢北方 因为他没有一定的 菜没有一定的咸味 肯定他是补充不了 咸味辣味 对啊 咸味辣味 但我是个人是男方 跟个人爱好 我身体可能力量不够 就吃不了太咸 你别说 你别乐 这事本身是正经的事 吃咸的人身体就是 比吃蛋的人身体要更强壮 是吗 你现在横门小时候 拿烟拌米饭吃 没事 还不办 生命进入道具上 现在我就不喜欢南方的饮食 你试试从田鼠开始 那我决食吧 还是 你可以先建立一个思考模式 我自己还是 要自己入定 那我还是自己带盒盐 然后再盐拌米饭吃 来个首四号吧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 看着生死我了 哎呀 不是 我昨天太是想半个小时以后的事了 首四号吧 你 哈哈哈 首四这一只 哈哈哈 我对你好的 我觉得你待会不递板砖就不错 哈哈哈 你怎么知道我要递板砖呢 对啊 快到了咱们这个中场休息的阶段了啊 啊 同事们哎呀 最近我是很久没有给欣欣弹琴唱歌听了 哈哈哈 哎呦我最喜欢你那个 哎呦那 小全全是吧 哈哈哈 哎呦还有那个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哪儿小子了 来 下面这首歌啊 送给这个韩鹏老师 看管了陌生的脸和陌生的路牌 沉点点的行李他告诉我你出门在外 没事 总以为有一些奇迹才把我等待 才会奔波在风中雨中一次次从头再来 吹着赶着伤动着只为球迷的那份期待 挺飞的 哭过笑过忙让我一个人扛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 出门在外是老乡见老乡干不完的酒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干不完的酒啊 我都干了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试试试 出门在外还是那句老话 嗯 路边的野花 哈哈哈 你不要踩 哈哈哈 就踩白不踩 哈哈哈 你们俩俩俩俩有意思 我刚要抒情一下了 流个眼泪 你们这帮人 你别流眼泪了 去背吧 别忙 当然了 这个中场我们该结算一下 是不是 这个半场就不要问了啊 半场无论韩蓬错了多少 这个问题最后还是要提点韩蓬帝 还是以一个正问反达的形式 来浩浩你给举个例子 今天你吃屎了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好好说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您您这样威胁我都不敢问了 哈哈哈哈 来啊注意听第一个问题 韩蓬你觉得新年 你能陪仁和冲超吗 不能 好好好 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你现在这么大 没准备出来就不这么讲了 你知道吗 对啊 完了 完了 你觉得你自己的火锅店好吃吗 不好吃 都别去啊同志们 都别去啊 又不是地球游 咱们个点正经题啊 下一道 韩鹏你觉得自己是不是高富帅 不是 不是 是 最后一道题 你觉得你和你儿子谁帅 这个怎么回答 你别指他问儿子 你和你儿子谁帅 我帅 那那意思还是寄予厚望的 韩鹏你希望 让你儿子也踢球 希望 哦 整份反达 嗯 真 真不想 因为作为球员来说的话 我想我们三个可以 可以这样说吧 因为自己踢球 然后可能成熟的东西啊 你们都 理解不了应该是 别货别货别货 这个 先换球 先换球 要给我添点什么 对对对 你喝什么 我来杯热水 都凉凉了 来到酒吧里边喝水 是 我们这水很贵的 他虽然要误走 手凉心也凉 比如你在山东的时候 在主场的比赛 和在北京的时候的主场比赛 就是球迷能认你吗 球迷不是认我不认我的问题 他对我们这个球队也不是特别认可 是吧 有的都刚来嘛 因为去年的时候 他有的队员他不知道就要什么 这个队也是 实际是在异地生存自己的 对 最大的感受啊 就是T球的时候 赌场的时候 北京人 用北京话骂 不骂我了 现在走 就是北京的球迷用北京话 在给你加油 加油 你接受不了 不是接受不了 有的有点不适应 因为之前接受 就得说什么傻的那种 你看 那才倍来劲 韩默在北京可进过不少球 在北京啊 而且打的都挺漂亮的 世界锅什么的 给杨志都打郁闷了 但是 志哥不讲究 说好 没在这儿 没在这儿 没在这儿也算啊 你刚才忘了 无所谓 行了 没事 你看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没有人能超越我 人自暴自弃 都是需要过程的 你说好请我吃饭 剃完以后 不出来 不是不出来了 三十万万 三十万万球车 说腰闪了 哈哈哈 他那种感觉有点像 那个 02 01年 辽宁在北京 北京 对 哎呦那种感觉 特别痛苦 主场 咱们和北京国安提 主场也是北京国安提 对 各个党也是北京国安球 蛮巧的 这组合党就都是北京国安球 哈哈哈 你这球你提起来 感觉到哪都是他们主场 那会儿叫北京三元是吧 对 波导 波导战斗 辽宁波导 辽宁波导战斗 辽宁波导 就是在北京但是名字还是辽宁 对 波导波导一波了就倒 哈哈哈 毕竟在北京的 国安的年度太长了 是 而且给这批球迷的印象太深了 对 所以就很多对于很多北京人来说 说你在北京 如果你喜欢一支球队 不是北京国安 而是北京另外一支球队 就会觉得挺奇怪的 更何况是说像任何 从外地迁进来 是想在北京 中奖的比赛是下午的 中超的比赛是晚上的 有的时候呢 就很多就是 可能是风台的球迷 国安的球迷 对 下午看任何的比赛 看完以后晚上看国安的比赛 对 但他看任何的比赛呢 他也穿国安的衣服去 好多这样的啊 但是顺路呢 先说个真 奴公乔的顺路往里走 可能是对于从外来的 包括王欣从后来辽宁去到天津 天津 看起来好像不远 文化没那么大区隔 我相信融入进去没那么容易 不只说是不容易是很痛苦 因为所有的人碰到的事情 全都是不一样 跟你从小到大感受的东西完全是不一样 在东北可能没有一次打架解决不了的问题 但是在天津有可能 就是没有人会去用这么暴力的手段 去解决一件事一个问题 就说这整个就是说一个城市的文化 文化差异是巨大的 其实融入到一个城市的文化里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 你自己心里足够足够强大 我觉得 就你自己心里足够强大 你愿不愿意去融入这个东西 有很多东西 所以说还是要每个年轻段 每个阶段都要适应不同的东西 对 就是当时我记得 我在泰达刚刚去投两场比赛 还投三场比赛 好像是个三连胜 但中间突然有一场不是平了 还是数了 好像是平了我记得 球迷就有点接受不了 反正接连的好像就是也没赢 还没怎么办 雅冠就进入了一个 当时没怎么赢球 第一次进 进入了一个循环 就是不是特别好 反正加上什么霸俊什么事件 都一起出来了之后 球的成绩也不是特别好 但当时所有的矛盾直接就只向我一个人 这就是出异地人一个最大的区别 而且你是标王 对 他会把所有的矛盾标上 哎呦 今天来个标王 他在了为什么赢不了球 你还标王 你够标的 是 上次有个最可恨的 那谁跟我说 王艺琴一上场就隐身了 挂肯定了 哈哈哈哈 这让我去哪 哈哈 当时足足有大半年的时间都循环的这个东西 只要一瓶球 或者一拾球 所有的问题 我哪怕我没上 对天津台还有个那个参与节目 就是每次比赛之后 有球迷打电话说 就评价这场比赛 有个老球迷就 就卷我一直从开球 卷了有十多分钟 我就认给他挂了 哈哈哈哈 那主持人就是说 老先生你先停一停 老先生 老先生你冷静一下 先停一停 王艺琴这场没上 哈哈哈哈 哎呦 我当时这个情况 当时我都自己都无语了 我就实在没法 后来只是经历 就是异乡人呢 在外地打听 就一定会碰到这种情况 对 你要如果这个时候 你要继续被击垮了 对 对 一下肯定完了 对 踢不了了 对对 可能在鲁能的时候被骂过吗 那肯定是这样 肯定被骂过 都会骂 但是相对来说 会不会多一点耐心 如果上不了场什么 首先他是想 他不考虑 我是不是我自己的状态不好 或者怎么着 他会去找一些 就是说人的人性的 人际关系 对 他会从这方面去考虑 就是跟你场下 跟你说 这球战状态不好 肯定九个躲了 马上九八去躲了 对 你看你女朋友哪多票了 那个 是实声 跟你有关系 是实声 事实上肯定没什么管 其实没什么管 去肯定是要去 但确实肯定没什么太大火 对于哈姆尔来讲 他是山东人 在鲁能可能一两场没踢好 就骂了两句也就过去了 你知道吗 他这个情感是 本地人的本地人的一种情感 对 对我是没有这种情感 对 对我你就是外地来到这棒住球队 没有感情的基础 对对对对 所以他的宽容度肯定就会抵 你觉得像王一新在天津七那么多年 说最后能让天津的球迷认可 其实反而是比在本地的这个 非常困难 需要更长的一个过程 付出多大的努力和耐心 多大 我可能我自己都现在都不知道自己以前是什么样了 什么意思 做很大的改变 改变是巨大的 很大的改变 你都抛弃了自己的时候 除了爱情之外 除了现在的妻子还是法妻之外 都已经抛弃了 但当时确实是这样 年轻的时候提其实很自由 愿意怎么提怎么提 但来天津之后就发现不是了 是人家愿意怎么提 你怎么能在后面做很好的工作 让他变得更好 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我越提越往后 开始在前面越提越往后 后来你就想 你想融入在里面 你就想 你就得帮助别人变得更好 你才能融入到里面 你自己变得更好 没有用 你有一天你还会离开 我说实话 就是你现在说的这些东西 我没法全懂 就我没法全理解 现在为什么 就我说的这些东西 大家不是特别理解 最主要问题就是 咱们周围所碰的团队的工作特别少 团队里面一定能有一个 这么综合的人在 就是我在你身边能让你变得更好 我在你身边能让你变得更好 一定得有这样的人 所以说我就努力让自己变成那个人 但变成那个人 你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自己的事 没有自己 就没有自我了已经 你不用有想法 你不用有什么想法 你不用有什么想法 你不要猜他他他他他他他 他自己在想什么 一年多就有这样的想法了 他有这样的想法 我不是啊 什么 他还会挤难呢 你咋不挤难呢 你再问他 之前还有这想法 不是啊我也帮不了别人什么 但位置不一样 你是最后解决问题的那一个 对他得需要解决 他是个射手 他就不能改变了 他不能改变任何东西 我身上有什么 那都是我的 因为在三局前 所有的球都是我 你要把球传给我 我才能把球体验你 他必须都有这种性格 他和我这种性格 踢中场那次天然不同 你要我踢这个位置 你要做些什么改变的话 你学这个学能学能 学完以后 没有用 没有意义 足球场就是 如果能找出一个 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人 那就是前锋 你进球是应该的 你不进球 立马就找你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进球 两场不进三场 为什么 你是前锋 对吧 肯定是这样的 所以说前锋每天训练 每场比赛 都是生活在压力当中的 一场没进球 因为前锋呢 两场三场不进球以后 心态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拿进球说话 这是一定的 对吧 前锋就是进球 其实这个规则是对的 对 包括很多来中国踢球的文 感觉就是说 包括当时库卡在的时候 来的第一年 他对中国作秀的认识 完全不错 那肯定的 你踢一看 中国作秀水平呢 确实不高 但是呢不好踢 没有他想象的那么低 包括外言来说 他就感觉我 漫人就踢了 中国人就七个人防守 前面三个人 没问题了 一踢一看 你三个人根本就不行 当时阿维秀来的时候 很简单 他第一年踢的 就是说通过他这种表现 很多都抱怨什么 对队友的这种 就是说不相信 不信 全是抱怨的 第一年踢的不行 没进几个球 为什么他第二年踢的特别好 那摆正位置了吗 他摆正自己的位置了 因为他知道 我应该去怎么对待中国作球 去怎么训练 怎么比赛 对 但我不知道说 在真是在这个更衣室里头 这种沟通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也就看这个人的性格 他如果能融入这个队 那就分明他还是想的这个队 多不先 有的好多外员 他不愿意跟中国人交流 在你打交道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碰到 真是没法去沟通的这种外员 然后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说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是体现在蒙地略的身上 是 他性格比较内向 然后他本身也交流的也少一些 所以说他能力呢 这方面还是 就是说 他是有能力的 他有能力 但是他为什么发现 他就是没有交流 对 反过来说谁是你们碰到当中 就是最愿意融入中国这个环境 马基奇肯定是 那就是中国人吧 对 中国人不酸 对 他呢然后在球上面呢 并不是说比中国拳要高很多 对 但确实要好一些 但是不至于说高很多 对 他为什么能够踢这么多年在中国 我觉得就是他的这种融入 然后呢他会去张开嘴去 给别人去交流 对 去学习一些东西 而且他很聪明 他知道那个点在哪儿 精进得比的都是 他就会在那场比赛中表现得非常这个 非常卖力 卖力啊 或者说我的表演又要强啊 我的这种 他知道在某个点上 他要去做一些稍微 让大家能记得住的事 对 男人也长得帅 谁啊 谁啊 男人 你戴眼镜了吧 啊 我觉得挺帅的 没见过外国人啊 见中国男人见的比较多 见的都是像 佩莱那样的 还是长得确实帅 谁 佩莱 那是男神型的 那不能用帅来行吗 你这么一说啊 大家都会直接聊到配来女友 你看你 就是我是替观众朋友们说话的 我看到了我也想聊 你没机会了 不是 怎么机会 不是机会的问题 这样 你身高是什么 你身高就是什么 身高不是爱情的距离 你都够不着人 你什么距离 我叫什么舞女 什么样子 梯子 我特好奇还有一点 聊回到异地的这个事就是 在外地的时候 比如说一天休息也得回家 孩子 对 孩子回家 对 那在长期在外地踢球的时候 跟家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就我的妻子 包括他也是放弃了他自己想要的生活 对 来到天津 可能来天津对于他来讲陌生的城市 我有事业 他什么都没有 对 就是家人是这种心灵内情应该是从开始非常别扭 到一点点可能那怎么办 那就适应了 慢慢一点点事情 到最后完全他放弃自己来 都是在改变 都是在改变 家人的改变是觉得 我觉得比咱们的改变要大得多 对 张蕾能提供一个女性观点 就是如果有一天结婚了 当然没有 人家穿多大呀 好的 你现在不是走回蓝幕 还有事 就是从张蕾的角度来讲 如果你以后结婚到老公 就可能突然有一天跟你说 我一个月之后我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工作了 肯定没那么容易接受吧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如果是以后就是我老公去外地工作了 以后 不是 我觉得我可能会比我老公更累的那一个人 就是第一是一种思想上的累 就是两个人不在一块 但是你在这边是有工作的 所以如果他走了 你要跟他一起走的话 你要把你自己这边的工作全抛弃 还有你的生活圈子 你的朋友圈子都抛弃 然后你要跟他去到一个新的环境 然后你的生活中只有他这么一个人 然后再去结交新的这种圈子 第二就是你去忙了 我有一个新的家庭 我要去打理这个家庭 然后我还要再去照顾你 就会在生活上也很累 怎么聊到我身上了 就是如果现在就是啪这么给你一命题 你是跟他走还是不跟他走 这太难选了 太难选了 太难选了 但是我觉得你们三应该都碰到过这种 因为就是你要信男人的话 那等于你就相信这世界上有鬼 也不能相信男人那张破嘴 所以你说你跟他走了 你们这个今天聊的 最后这个雷哥转的这个话题怎么办 不是 我其实还有一件事想聊 我怎么那么的伤感 你先坐这 你先坐这 你听我聊 我有个事我必须想说 其实因为家人是一个事 而你说家人能够帮助自己 去到另外一个环境工作 他最终等的是什么 等的还是说 就是你的另一半 在另外的这个地方能获得成功 因为我印象特别深的是 王欣欣在退役的时候 他是真的哭了 对 刚开始的时候 我有点不太能理解 说肯定是掉眼泪 是为了说自己退役了 自己告别赛场 后来我想了想 我说应该还有一个是 他到这个环境 肯定是有很多很多 就像他今天聊的似的 改变了自己的东西 这个坚信那个心路历程 让人是最感动的 就是这个心路换来 你放弃很多东西换来的东西 回想一想 所以当时一瞬间就崩跪了 就停不下来 那种真是停不下来 这辈子就这么一次 没事 大家也得哭到时候 你有考虑过自己 我现在还不想哭 你最后退役的那一下 你肯定是想放在济南的吧 肯定是想 如果在你 你如果在北京退役 有一万北京球迷 专程过去骂你 证明你牛 我 我为啥要这么牛 专程去骂我 我疯了 你要看什么 几个三十多的傻瓜 傻瓜 就这样 偷见大北坐在夕阳下 偷见大北 风在吹 吹乱我们的 抒情呢 风在吹 吹乱我们的头发 哪有啊 当年我们都觉得这挺潇洒 你说伤病实在可怕 我说进不了球使你太傻 有一天发现有钱没出花 才意识到青春和年华 实在如家 我头发 我说你别再说那些废话 你说酒后的话没有半句是假 你说当时年轻不懂表达 所以只能装龙作哑 兄弟你喝大了吧 没了 兄弟你喝高了吧 太早了 以前总是说受伤能让人长大 不知不觉就老了啊 老了 我说兄弟你喝大了吧 兄弟你喝高了吧 那就把你这些年积攒的埋怨 都借着酒劲释放了吧 哭吧 哭吧 好吧 咱们这个酒吧时间可差不多了 咱们该打样了 但是在打样之前呢 我要把最后的成绩 我要给大伙稍微的公布一下 有人要结账 最后的成绩 结账 今天我们的这个错的最多的就是韩鹏 所以说呢他今天不单要结账 而且要作为我们的一个小惩罚 我们今天这个小惩罚就是我们会在酒杯里 兑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来我们把这个兑的东西我们拿过来看一看 什么都没吃了先来一杯这个 包括呢我们也拿了一些佐料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摸一下 这个不能摸 你太饿了吧 我现在可以随便找哥 哥你怎么办 你把上面的知识全吸一吸吧 比旁边那个公共厕所的味儿差不到哪去 鼻眼挺严重的 你别把他款出来 超级无敌哪伴啊 我一看啊 干杯了啊 你今天请参考一杯 所有机会 所有机会 都来一遍 给个特写 好 好好好 这个我我也澄清一下啊 由于这个韩鹏他不是这么爱喝酒 所以说里边全是果汁 只不过颜色不一样 你看着可怕点 但是这黑胡椒和这个知识粉是谁对的 你可看见了 一会儿手撕谁你心里也清楚 浩子 兄弟我可什么都没多活 同志们今天的节目 这个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这个酒吧要打样了啊 这个韩鹏跟我去结账 上上了朋友们去拿衣服啊 咱们打样了 咱们这个最后喊一下口号来 你得表演的像一点 这是由由你儿来的啊 中超土口秀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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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来 知道这个点故 接上去 太突然了往哪看了 你说一下往哪看了 你说一下往哪看了 他知道这个点故吗 是吧 就是他经常上场之后 你上去之后 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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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不想做那个画面了吗 你做你做了你不要给脑迷了吗 不想做那个画面了 自己给自己教一会儿 没有在上去 你比如比如比分落后了 或什么 加加加加加加 你没看过他 就是脑袋 脑袋有点往前 我每次看他上场 就看他腿形了 哈哈哈哈 小螺旋腿 我起码摸腿 起码摸腿 对啊 你能上过多张吗 哈哈哈哈 我踩一下不行啊 报告导演组 我嘉宾不走 哈哈哈哈哈哈 嘉宾不结账 嘉宾也不走